没情伤还是真的 相信这是很多人对袁立的疑惑 当年袁立怀孕 跟四情高娃一起出席电视剧 母亲母亲的发布会 期间八卦记者询问袁立育儿的话题 袁立记者拒绝回答 记者无奈便从四情高娃入手 询问四情高娃 有什么育儿经验可以传授 眼见话茬就要呼之欲出了 袁立却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称四情高娃最近打了阳胎素 气氛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 四情高娃是明显地不怨 但出于涵养 还是回答了袁立的问题 转身没忍住 就是一个大白眼呀 俩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这已经不是袁立第一次 接别人老底了 李冰冰当年也是深受其害 2018年 袁立公然在社交平台上 炮轰李冰冰 山沟沟里出来的柴火妞 你以为打三斤玻尿酸 拉个皮儿屁个图就行了 有点脑子嘛 李冰冰袁立最先开始结院 是因为《枪王之王》这部戏 因为投资方是袁立的经纪公司 主角是古天乐 吴彦祖超豪华的阵容 以为自己家的片 袁立怎么着也得觉得女主稳了 结果选角一出来 袁立傻眼了 李冰冰竟接下了这个好资源 后来 在2010年 电影开首映李的时候 才出了这口气 不知道是谁 不偏不倚地邀请了袁立去现场 袁立便身穿深微礼服 去砸场子 抢尽了风头 宣传电影的时候 又貌似将电影的名字念错 本以为两人的交锋止步于此 没想到 2018年 袁立在社交平台公开diss李冰冰 事情的起因 是彭于燕在活动上 抢了李冰冰的中心位 被李冰冰的工作人员曝光 袁立突然站出来 力挺彭于燕 而当时李冰冰和袁立 都寄予华裔一姐的位置 两人经常在社交平台 时不时地暗讽对方 虽说如今的袁立 已经宣布退出娱乐圈 但这个圈子里 这到处是她的辉煌 尤其是三段婚姻 被人津津乐道 1993年 袁立爱上了 大12岁的富商徐薇 传言 徐薇未表真心 花费800万 买了两套四口院送给了袁立 但在12年后 徐薇却转身娶了 大魔王张一宁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年 正在读大二的袁立 在晚会中认识了徐薇 那个时候的徐薇刚回国 先后投资数十家企业 身价超过了20亿 本是钻石王老五 遇上美少女的浪漫桥段 因为袁立的作 早早地收了场 袁立在徐薇的帮助下 拿到了很多的优质资源 后来 随着永不瞑目的热播 袁立彻底走红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袁立与陆毅的绯闻 23年前 如此尺度的吻戏 难免不被人说闲话 陆毅竟也毫不避讳 公开场合 称袁立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女人 徐薇嘴上说着无所谓 内心怎么可能不在乎 便对袁立求了婚 不演戏 我就养你 正值女演员黄金期 袁立不想放弃大好的前程 便拒绝了徐薇 在袁立的努力之下 又凭铁齿铜牙纪小兰 大放异彩 出演的杜小月 火遍了大江南北 但同时 却与剧中的张国立 传起了绯闻 可能是等不起了 也可能是泪绝不爱了 徐薇最终还是与袁立分道扬镳 结束了12年的恋情 但没过多久 徐薇便娶了大魔王张一宁 两人的婚姻 也是幸福美满 但袁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接连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 2007年 袁立与赵领合作 大笑的女儿 因戏生情 选择闪婚走到了一起 但这段婚姻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仅仅维持了一年便离婚了 2011年 袁立结识了加拿大的林博文 仅仅谈了四个月的恋爱 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袁立甚至还跑到国外 与其一起生活 无奈现实过于骨感 巨大的差异 最终还是以离婚手场 如今的袁立 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 与丈夫在公园的摆地摊 做陈肺病的宣传工作 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 都放在了公益上 尤其是在帮助陈肺病人这方面 几乎都是亲力亲为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虽说生活条件不如之前好 但现在的她 能守得住一片净土 如此享受生活 不也是很好的吗